各位球迷朋友們 大家好 大家晚安 歡迎透過我來電視 我們的轉播一同欣賞 111學年度UBL大專棒球聯賽 今天是12月29號的禮拜四 我們在台體大棒球場 今天兩場賽事的第二場比賽 我們來看到的是嘉義大學 來對上國力體大 今天晚間的一個精彩賽事 稍後馬上就要來正式的展開 今天的兩場比賽 第一場是由南華大學以9比2 來擊敗富人大學 收下比賽的勝利 而接下來這一場的比賽 則是由嘉義大學 來對上國力體大的精彩賽事 賽前兩邊準備要來進行 球員的介紹一下 在轉播的部分 是請到了民球品中重載中教練 漢文玲 東偉 以及全體辛苦的轉播團隊 一同來為大家服務 周老師你好 東偉好 大家晚安 抓低一個球就出棒 但是擠壓到 野手過來 但是落地形成安打 嗯 得住安打 落點非常巧妙 打第一球 好 四壞球的寶宋 嗯 沒有投進來 還有我投 這球急得扎實在中所之間 要形成歐巴的飛球了 隔壁上的跑者 現在通過三壘 就要跑回來得分 現在在全力打牆前 剛才撿到這個球的一個回傳 反倒是踩住了剎車 形成了二三壘 也有跑者的局面 嗯 沒有人出局了 所以跑壘比較保守 那野的一個反彈球 讓游擊手來處理 等待了這個彈跳之後 再傳一壘 哎呀 這邊露出來 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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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第二動作嗎 一壘省這邊認為是出局 認為是第二動作了 二十秒的一個投球 在壘包上面沒有跑者的一個 龜子 切到了 形成了飛球 哎呦 中外野 你是不是在幹嘛 哇 這個球其實兩邊喊出來 沒有 中外野的球啦 那個左外野跑多 右外野跑多遠啊 前世的打擊是獲得四萬球保送的 這球急得扎實在左半邊 過地形成安打 這次睽違了一輪之後 就也都變得比較多一些 來了一個收打 但是這是一個雙殺的機會 六傳 四傳 三 一壘這邊 凹凸 雖說在轉傳的一個部分 稍微有點點 不是這麼的流暢 但最終一壘省 還是認定為出局 兩壘兩壞 踢出去在右半邊方向的一個飛球 右外野手再往後退 沒辦法接到路 地形成安打 現在打者要衝向二壘 這個球的一個回傳 稍微有點亮槍一下下 二壘安打 翻選的二壘安打 滾低球在中線的一個位置 二壘有撲到 然後掏壘包之後 再傳一壘 變成了一個雙殺 哇 好厲害啊 有雙殺嗎 還有摸壘包 他有摸壘包 哇 這個二壘手真厲害啊 用手套去摸到壘包 然後還能夠起身傳一壘 徐 徐毅在今天的處理 我看看這個球接到以後 摸壘包 手套摸壘包 哇 一百分啊 噢 匍匍前進啊 滾低球在找二壘手嗎 二壘手這次沒有撲到了 穿得出去形成安打 賽列上的跑者衝回來 讓國力體大打破鴨蛋 在四局的下半追回一分 內容就是不好 這一球切到了 那來看一下是一壘手 還是外野來處理 一二壘雷手 最後張育成 還是完成了這個接殺 七球 擠壓到 三壘正面 接到 墊一步 甩 一壘 五一 Safe 那 國力體大要挑戰嗎 嗯 主棒這一球打得扎實 在左半邊方向要陸地形成安打 而且還要一路滾到全壘打 牆前 期待二壘上的跑者已經製造過 三壘回來得分的 打者要上到二壘 哇 又有打電 又是一支二壘安打 帶有打點的近仗 好厲害 文力球 三壘這邊 沒有攔到後面的游擊手有 捷捕倒彈傳向一壘這邊一個彈跳 來不及了 Safe 哇 三壘這邊壓力散很大 要失誤嗎 壓力真的很大 接球 接球切了一下 在中組之間 距離夠了 夠了 抓野手 接到 距離夠了 回傳 三壘上的跑者衝回來 那當然距離 就跟周老師所說的一樣 非常的足夠 距離夠了 沒有三陣而是高飛犧牲 握住 對 打得扎實在中線的位置 穿得出去形成安打 這局要注意了 這局有可能也是製造大局的機會 點下去 但形成的飛球 噗 又接到 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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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鄭國佑 精采的 Nice play 三壘手 兩邊三壘手 怎麼差這麼多 哈哈 哇 這個球 難度太高了 都有接到 哇 好厲害 這不是彈地耶 這個是有直接接進手套耶 哇 看看 我已經聞到那個味道 鍾宇鎮 你有聞到嗎 這球急著扎實在左半邊方向 那個飛球 左葉手往後腿跳起來 沒有辦法接到落地 是形成的安打 雷抱上面兩名的跑者 現在都要通過三壘重回來 而打者上到二壘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回傳球已經來不及了 兩分 又是一支二壘安打 哇 這個left off 其實都一樣 國立體大野僅有五支的安打 內野的反彈球 中間方向由游擊手來處理接甩 奧奧奧最後出局了 出局了 精采喔 哇 這一個傳球 參與華晨 也是傳得非常的大膽 一壘一手以後補救起來 嘉義大學 三上 三下在八局的上半 全球 1 1 3 3 4 3 2 4 3 投手還要做一個大轉身 然後才能做傳球 這球上的一手沒有放上忙 還有投手是自救了 傳得很準沒問題 這一球打到了右半邊 方向要形成安打了 第一支安打 上來被打的第一支安打 是 王惟蕾這邊來衝這個球 take out 出局 抓到 抓到 最終是out 那已經沒有挑戰的這兩隊 只能服從判決 堅持了第三個出局輸家裡大學 九局的上半是一個變相的三上三下 稍後來看國力體大 一分的差距能否追回來 三磊方向穿了出去形成安打 哇 好厲害 好厲害 鑽挑變化球在打 猛打賞了 變化球打成了滾地球 雙上的機會 但是悠基這邊發生了失誤球 彈到後面去 那這樣子一壘上的跑者通過二球 來到三壘打者要上二壘 哇 這一次滾地球 有幾手失誤啊 陰錯陽差 有多了 原本應該 兩三壘滿球數 好球 好球 出聲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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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這一招了 揮棒落空 最終還Fastball三陣出局 王維倫遭到三陣也結束了國力體大 最後的一個反攻 在七八九局其實都有拿到分數的一個機會 但是全部掛零 最終是讓嘉義大學以4比3來擊敗了國力體大 他收下了比賽的勝利 也是抱了他們在預賽的一箭之仇 分數一樣也是4比3 但是獲勝的球隊掉了過來 在今天扣人心弦的一場的賽事啊 趙老師怎麼看最後的這三局 可以說是完全是抗壓的比賽